我们继续要来关心到的是阿扎尔这次访台下榻的是在台北市中山区的五星级饭店 这里本身不是专门的防疫旅馆 为了配合美国访团特别以防疫规格来接待 例如提供了专门的电梯给美国的官员们使用 不过呢阿扎尔礼拜二将会跟副总统赖清德外交部长吴钊燮 以及前副总统陈建仁碰面 地点转往中山区的另外一家饭店 那里也不是专门的防疫旅馆 该如何维持外交泡泡防疫的完整性是一大挑战 透过车窗大方回首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搭着专车从下榻的饭店出发 要前往总统府面见蔡总统 维安团队更是一早就助手定位 一刻不得松懈 阿扎尔部长这回下榻的是位在AIT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这里本身不是防疫旅馆 但为了配合美国访团 特别比较防疫旅馆规格办理 一般居家检疫者入住防疫旅馆都是各县市政府管理 这回美国官员来访 卫福部直接跳过北市府 替访团安排住宿 饭店的防疫准备严密控管 但出了饭店风险就接踵而来 阿扎尔部长周尔行程将和副总统赖清德 前副总统陈建仁和外交部长吴钊燮碰面 地点就悬在另外一家五星级饭店 但这里不是防疫旅馆 能否维持外交泡泡稳定性将是一大考验 美国卫生部长访台 五天四夜行程 专车接送团进团出 但跳过隔离的外交泡泡模式 如何做到滴水不漏 为了台湾的防疫安全 各界可是拿着放大镜 等着细细检视 谢谢林静静 小卫生特别的报道